在地球的最北端,正清楚地记录一个惊人的变化,那就是气候扁切。 据科学家观测,北极最后最老和最天故的海滨正在快速地融化,有人提出,依照目前的融化速度,大约在2050年的时候,我们将在北极看不到冰川的踪影,科学家以及气候学家经过测算,得出了一个结论,假如北极的冰雪全都化掉, 那么,地球的海平面将会上升7米,这样说来,许多城市将会被淹没,造成难以想象的灾害,况且,北极的海底存在着大量的甲烷,将会以聚加速暖化的进程,与二氧化碳相比,甲烷造成的暖化效果更加明显,约为前者的22倍。 这些年来,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在积极应对,研究人员,亦提出了许多对策,例如,通过建造风力水泵,来产生更多的冰。 既然,冰川融化的速度比结冰的速度快,那就从提升结冰速度,以及增加结冰量来扭转这种趋势。 然而,物理学家Steven Dash,以及他的同事解释了这个方案,在冰川上建造风力水泵,北极风力比较大,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,借助于风力,通过软管将冰层下的水,抽至冰层表面,来加快结冰的速度,以便积累更多的冰。 用这种人为的方式来加厚冰层,减慢它的消融速度,通过计算,大约每台风力水泵加厚冰层的效果,可以作用于0.1平方公里的冰层,这个面积大约是十几个足球场一般大小,但是需要足够多的风车,这样才会有效果。 根据现在的冰川面积,大约需要上千万台,其成的高达上千亿美元,这可能是一个很疯狂的想法,但是,面对如今气候变化,面对着可以遇见的灾害,人类必须去寻求更多行业有效的解决方案。 你们感觉此方案怎么样呢?欢迎评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